这是世界最大载弹量的轰炸机 犹如空中的军火库 其载弹量高达60吨 这就是真理三舰套之一 B1枪骑兵重型轰炸机 又被人们称为威力巨大的空中堡垒 第一架B1原型机早在1973年便开始制造 1974年第一次试飞 最大速度达到惊人的2马赫 B1必是B1的主要生产型号 其最大飞行速度为1.25马赫 最大航程可达1万2000公里 经空中加油可实现环球不着陆飞行 机上装有三个武器舱 可带8枚学航导弹 24枚近距攻击空对地导弹 60吨的载弹量足以将一个小国家移为平地 今天就走进枪骑兵重型轰炸机 参与的各场实战背后 看看它到底携带了哪些绝密装备 作为轰炸机 它又是如何做到像战斗机一样实现精确轰炸 B1枪骑兵和B2幽灵轰炸机 到底又有哪些区别 在黑暗的冷战核弹时代 它是美国专门为了对抗苏联的核威胁而打造 它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渗透敌方领空 头下如雨般的死亡和毁灭 它的四台引擎 每台输出三万磅推力 它是美国唯一可变异大型轰炸机 前掠航程增大超过七千英里 后掠使飞机更流线 又能使最高时速超过九百英里 这都是为了在世界各地 能随处迅速投放炸弹而设计 如果把飞机停在橄榄球场上 它足足有球场的一半大小 如果说广岛上空引爆的核弹 导致十万人死亡 那么一架B1携带核弹的破坏力 是其1600倍 这架飞机有四名机组人员 前面是两名飞行员 后面是两名武器官 负责导航、防御并投弹 每当任务开始前会拉起警报 机组人员会迅速起跑冲向飞机 前起落架上 有按钮启动辅助动力装置 来启动引擎 作为飞行员起飞前 需要签署一份协议 这份协议代表飞行员对战时投射核武器无意义 他们吃住都是在基地里 每天就这样不停地训练 据其中一名飞行员介绍 这就像是过着被关进B一样的生活 但是B1还从未上天执行过一次真正的作战任务 它在此期间真正的作用就是核威慑 直到1998年12月18日阿曼 两架B1重型轰炸机升空 其任务是摧毁位于伊拉克的一处军营 美国怀疑当时的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秘密储存化学武器 因此派出B1重型轰炸机和海军护航飞机一起前往 这也是B1自出生以来参加的首次作战任务 称为沙漠之湖行动 虽然基在500磅马克巴尔炸弹都是非制导的 但是它目标明确 就是要证明这架轰炸机能够精准完成任务 这要求机组必须有独特的技能 首先让B1就为而不被地面火力击中 起飞20分钟后 他们已来到目标上空 萨达姆精锐共和国卫队居影 B1此时向目标投掷了63枚500磅马克巴尔炸弹 虽然是非制导炸弹 但是B1仍然准确命中所有目标 画面被护航的F14战斗机拍摄下来 这也是B1首次成功的空袭 即使这架飞机是距离当时几十年前研发 1950年代末冷战变热 美国苏联处于核对峙当中愈演愈烈 这种僵局称为相互保证毁灭 整个1950到1960年代 高空飞行的亚音速B5-2是美国搭载核弹的轰炸机 但苏联地空导弹有能力将其击落 因此美国需要速度更快不易受到攻击的轰炸机 所以美国空军把战略轰炸策略改为低飞高速突破式 因此新型B1研发始于1960年代末 它被设计能以两倍音速低空飞行 但可变异满足速度和航程需要 它于1974年首飞 但该飞机受制于高昂成本 维护问题和军事项目竞争 B1变成了政治足球 亮相仅仅三年后的1977年 卡特总统便宣布退出B1部署 但是苏联的核威胁与日俱增 于是五年后的里根总统又下令继续生产100架改进型B1 1999年4月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 五架B1组成的中队飞往欧洲 但是其核有效载荷被剥离 只是装载了常规炸弹 不过新增了30亿美元改装 接下来目标是打击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部队 而在此之前 一架美国F117隐形战斗机被塞尔维亚击落 所以B1能否安全地到达目标上空呢 实际上它从头设计就为保护自身 其弯曲的机身和狭窄进气口 减少了雷达扫描的轮廓 因此它比同等大小的普通飞机更难探测 并且B1自身的雷达还能助其躲避攻击 它有令人敬畏的地形跟随能力 距地面仅数百尺 以接近音速飞行 在这项任务中 B1还携带了额外的绝密防备 它拖曳一个诱饵 诱饵是一个几尺长的圆柱体 拖到飞机后方几百尺处 使雷达制导导弹从飞机偏转 在雷达上它发出噪音比B1的更大 地空导弹因此会对准诱饵并远离B1 这是个巧妙的设计 但是尚未在B1上实战测试过 从英国起飞三小时后 B1中队接近科索沃 底下到处都是高射炮弹 接下来他们将尝试从两架飞机向每个目标投下84枚飞制导炸弹 此时是极度危险的时刻 因为现在B1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之下 所以投下炸弹后要迅速飞离 轰炸机的速度直接提升到1.6马赫 全油门机翼向后推 在它前部有根操纵杆 还有四个加燃器 这能让飞机的机动性变强且速度更快 B1由重型轰炸机变为轻重量闪电快速战斗机 就在这时一枚地空导弹向他们冲来 于是他们立即放出秘密武器 并让飞机快速右转 副驾驶看着导弹冲着拖叶的诱饵飞去 到此他们成功避开了导弹袭击 B1参加了沙漠之湖行动 科索沃战争等多次军事活动 它可执行洲际轰炸任务 能携带各种制式核弹 常规航弹 战术攻击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等 不过B1的出勤率较低 被称为机库皇后 直到2003年4月7日下午2点 伊拉克西部沙漠 一架B1在高空为一项秘密任务加油 这是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开始 下午2点48分 来自预警机的电台发声 这是绝密信息 连机组都不知道目标是谁 实际上在不到一个小时前 美国官方得到情报 萨达姆被发现进入一家餐厅 据信已躲入地下藏身地 于是机组人员立即评估目标 和如何最好的打击目标 B1已对军事目标 无制导地毯是轰炸文明 因此平民太多的地方 无法进行轰炸行动 但是B1接近巴格达时 他携带了一种合适的武器 这就是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或称JDAM 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本质上是个套件 可安装在500 1000或2000磅炸弹上 JDAM附件将重力炸弹 变成制导炸弹 它使用全球定位卫星引导炸弹 使它们击中目标 比以前准确得多 另外B1可携带 24枚独立目标JDAM 每一枚的精度都在10时以内 并且成本相对非常便宜 一枚炸弹才不到3万美元 因为大多数导弹 一枚就要100多万美元 但是萨达姆藏于一家餐馆的地下 这可不是容易攻击的目标 下午2点58分 预警机第一次呼叫后10分钟 B1终于收到白宫批准 可以投掷炸弹 但是此时机组人员 仍然不知道目标是谁 很快武器官投下4枚 自导JDAM的第一枚 这枚JDAM穿透掩体 打出一个洞 随后投下的JDAM 打进地堡清除了所有目标人员 然后就是短暂和紧张的等待 终于机组人员 接到地面人员的成功摧毁消息 但是关键的目标人物 萨达姆并没有被击中 因为他早已离开此区域 此次轰炸打出一个60尺深的弹坑 JDAM与配合B1的制空能力和到达目标的速度 造就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武器系统 到此验证了B1的攻击精确度 着实令人惊叹 2009年10月3日阿富汗 一架B1在例行巡逻 在这个战场目标变得更小更具体 且分散得很远 因此必须长时间在空中盘旋 把巨大机翼潜略最大限度减少燃料消耗 这样能使B1持续制空数小时直到寿命行动 早上6点任务已执行9小时 前线机艇有53名美国大兵正遭受武装攻击 迫切需要援助 随后B1接到命令要直接飞往作战前哨机艇 距离高达400英里 巡航速度需要用时40分钟左右 但是地面部队的呼叫越来越急 B1机翼后略开始进行超音速飞行 这样能将飞行时间缩短一半 协助地面部队是B1参与任务的全新角色 在前线战场由阿帕奇直升机发起初步攻击 而B1的机组人员计划进行高度定向头弹 这非常具有挑战性 深谷底部的交火四周有群山环绕 一不小心就有撞山的风险 同时还看不清地面敌人的准确位置 并且敌我双方交战的距离非常近 那么如何将炸弹瞄准敌人是个难题 同时还不能伤到自己人 但是B1却有自己的办法能够做到 装配先进的狙击手激光瞄准吊舱 在驾驶舱提供现场活动的实时视频 它具有显示高分辨率图像能力 同时B1还携带改进范围的炸弹 包括其三个独立弹舱 携带不同类型不同重量的炸弹 2000磅炸弹可杀伤落地点1000尺范围内任何人 那么500磅炸弹的杀伤范围就只有一半 所以在交战双方距离较短的情况下 就能减少自己人受炸弹波及伤亡的可能性 很快死亡从高处倾盆而下 有了这个狙击手激光吊舱 让B1从近距离空中支援变成精确的近距空中支援 阿富汗战场也再次确立了B1在美国军事上的地位 B1枪骑兵轰炸机的最大特色 就是采用了可变后掠异设计 可变后掠异的基本设计思想是让机翼前后转动 以改变后掠角大小 使飞机同时兼顾高速和低速飞行的气动要求 扩大飞行速度范围 当飞机起飞、着陆或需要做低速飞行时 将机翼往前转动 减小后掠角 可提高飞机的低速飞行性能 缩短起落滑跑距离 而当飞机需要做高速飞行时 将机翼往后转动增大后掠角 能减小飞行阻力 提高飞机的高速飞行性能 B1枪骑兵的可变后掠异全开时 翼展可达到41.78米 采用最大后掠角时是23.84米 这种设计使得B1轰炸机能够调和各种矛盾要求 例如实现高速飞行 低受风负荷 长续航距离 以及优良的起降性能等 同时由于采用了可变后掠异 B1具备从跑道较短的民用机场起降的能力 不过可变后掠异飞机也存在一些缺点 例如机翼转动的机构复杂 会增加机身重量 活动外翼的载荷全部集中在梳轴上 对梳轴的灵活性和结构强度要求较高 固定翼内部需留出足够空间容纳缩近的外翼部分 还要设置密封罩以减小阻力 此外需要一套强有力驱动装置来快速改变后掠角 这增加了飞机的射击复杂程度 操纵难度 故障率以及生产和维护成本 2018年4月13日 卡塔尔乌戴德空军基地 两架比一升空再次与敌人对峙 这一次他们是在叙利亚 目标是巴尔扎科学研究中心 美军方面据信这是一个化学武器工厂 所以必须要进行摧毁 但今时不同往日 来自地面的威胁越来越强大 因此必须要的是可从更安全的距离投射炸弹 所以现在这架轰炸机携带了48枚联合空地远攻导弹 它更为人知的名称是JASSM 这是个重约2000磅的武器 里面有个炸弹体 有引擎和GPS引导 鼻部传感器用于最终目标区域瞄准 可以距离目标数百英里 让导弹突防进入敌方地区 到此时JASSM这种导弹 还从未在实战中发射过 所以这是一次绝佳的验证机会 据叙利亚首都北部化武工厂数百英里 B1进入发射区准备点火 14尺长每一枚价值100万美元的JASSM被放下 导弹速度和到达目标时间是机密 我们无从得知 接下来的30秒还有17枚被陆续放下 这种导弹的精确度极高 JASSM的远程和隐身特性通常使敌人措手不及 等到敌人发射地空导弹拦截时 已为时已晚 B1早已完成投放逃之夭夭 到此B1再次成为新型空中打击先锋 B1枪骑兵轰炸机的最大航程之所以可达1.2万千米 作战半径高达5544公里 主要是因为它安装了四台带加利的GE涡扇发动机 每台最大推力7711千克 加利推力13961千克 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530千米每小时 另外B1有7个独立的油箱 总容积11万2635升 B1枪骑兵和B2幽灵轰炸机 都是美国空军的重要战略轰炸机 它们在作战性能上有一些相似之处 也有一些不同点 第一隐身能力 B2轰炸机采用了先进的隐身技术和材料 其雷达反射截面机非常小 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隐身飞机之一 可在敌方防空网络中几乎无计可循的执行任务 极大的提高了生存能力和打击效果 而B1轰炸机虽然也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 但其RCS相对较大 不如B2轰炸机 第二是速度和机动性能的差别 B1轰炸机是一种超音速轰炸机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25马赫 而B2轰炸机的最大飞行速度为0.95马赫 在机动性方面 B1轰炸机采用了可变后掠翼设计 使其在不同速度和高度下都能保持较好的机动性 而B2轰炸机则采用了无尾飞翼设计 虽然隐身性能更好 但机动性相对较差 第三作战半径 B1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为5544公里 经过空中加油后 作战半径可以进一步扩大 而B2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为5000千米以上 空中加油后可达1.8万千米 具备全球到达和全球摧毁能力 第四载弹量 B1轰炸机的最大载弹量为34吨 而B2轰炸机的最大载弹量为23吨 此外B1轰炸机还可以外挂26吨的导弹 让它的最大载弹量上升为60吨 而B2轰炸机则不能外挂导弹 第五任务多样性方面 B1轰炸机可执行战略轰炸 战术支援和侦察监视等多种任务 而B2轰炸机则主要用于执行战略轰炸任务 也可执行电子战任务 情报收集和侦察任务 第六航电系统和电子战能力 B1轰炸机配备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和电子战系统 具备强大的电子战能力和信息战能力 而B2轰炸机也拥有先进的通信和情报系统 能够与其他作战单位实现高效的联合作战 将各种情报和指令传递到前线 从而确保作战行动的协调和成功 第七就是价格差距较大 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的价格约为2.6到2.94亿美元 B2幽灵战略轰炸机的价格约为17.63亿美元 总的来说 B2轰炸机在衍生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方面 优于B1轰炸机 而B1轰炸机在速度、机动性和载弹量方面 则优于B2轰炸机 此外两者的任务定位也有所不同 B2轰炸机主要用于执行战略轰炸任务 而B1轰炸机则可执行多种任务 包括战略轰炸、战术支援和侦察监视等 到了2017年朝鲜的火星时期可飞近9000英里 首次使朝鲜的核弹头能打到美国本土 于是两架B1携带常规炸弹飞往北韩边境 两侧则是美国和韩国的战斗机进行护航 由此又启动了为期六天的联合力量展示 涉及240架飞机 这次行动被称为警惕风暴行动 这也是B1参与的最近的一次空中行动 50多年前被构思作为核轰炸机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B1 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的军机之一 这次行动被称为警惕风暴行动 这次行动被称为警惕风暴行动 这次行动被称为警惕风暴行动